金融服務是香港的支柱產業 財政月孫安建議 發行通脹掛鉤債券和銀式債券 總發行額將不少過130億元 美國去年三次減息 歐洲和日本的利息也極低 我估計環球低息環境會持續一段時間 有見過往發行通脹掛鉤債券頗受市民歡迎 我們計劃在今年之內再次發行通脹掛鉤債券 推動零售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我們也會繼續發行銀式債券 另外政府會將香港年金計劃最低投保年齡 由65歲調低至60歲 被更多市民可按需要及早參與 將資產轉化成終身穩定的現金流 而香港案揭證券有限公司 將推出總額10億元的定息案揭貸款試驗計劃 減低公樓人士面對的利率波動風險 為加強香港作為交易所買賣基金 即ETF上市平台的吸引力 陳茂波建議 豐勉在港上市ETF的市場莊家 在發行和屬回ETF單位過程中的股票買賣印花稅 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 陳茂波也提出 為私募基金所分發的附帶權益提供稅務豐勉 而吸引更多私募基金在香港註冊和營運 陳茂波就把使用車入植